Scout 是不是要跟著亮踢啊 這裡其實Scout 有踢啊 但他選擇推塔欸 因為他這裡TP的話應該在塔下 納蒂魯斯也到了嘛 這裡他們三個人 而且重點是你牙寧到 你豬女的破壞力會整個被拉起來 這波的反打配進的遠程輸出應該會更好 可是他是到後面對方又要再執行422的塔殺 才亮這個TP我覺得就 身體的限制效果沒那麼好啦 因為你看他下來之後他也不敢R出去 因為你少了一個豬女跟你搭配嘛 你下來就有點好像什麼事都沒做到 過來 繡了兩套 先來看一下 我只能說中間的這位孩子 明日之星啊各位 我覺得 這個十年後他應該在台上喔 有機會 這波打下來 人頭數沒有落差太大 反正小虎有點肥啊 302 竟有拿到頭啦 但竟要C遊戲就真的比較難一點 這殘忍的數據來了 五條紅色 全部指向了WBG LNG現在是沒有任何一條路線的領先 同時資源還不斷地在被掠奪 你看這個賈戈斯這個發育 蟲子全沒了 好這把感覺要靠Scout的這個壓力了 因為他有拿到這個塔錢啦 而且現在鱷魚也沒優勢嘛 可是要看他進場切割戰場之後 能不能配GALA的大絕去抽了 是 LNG現在要相信奇蹟了 這確實 瑞士誌 跟幾乎八強後的劇本 竟然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喔 其實我記得前面在瑞士誌的時候 然後也是LNG的選手 好像是斯卡吧 他就說 其實3比0的話也有壞處 就是你中間都沒有比賽 可能會影響到 調整啊 或是狀態 對不對 那 就 好像真的應驗的 這個應驗它也不是經典才應驗 每一年都有隊伍會 就是前後的狀況會有非常巨大落差 這種狀況發生 LNG的話其實在目前的狀況 其實也有一種感覺 就看牙寧能不能發揮吧 但你可以看到WBG 所有人都是壓著牙寧那條路 就是其實也不用管鱷魚啦 現在這波鱷魚 就算拿掉上塔發育起來 其實對整體的 戰局影響性也不會到太大了 是 劉青松 躲在一個完全沒有人察覺的位置 到處都是人 LNG的家中早就已經被入侵了 選擇包裝往下抓 先行看到了是冒海 踏著吃了一大套傷害 加了閃現 開啟了自己的鬼靈之臥 但還是被擊殺在後面 呼吸尋的衝擊 要殺嘎啦 救急爆氣 無敵 賈克斯純死了對面的AD 這個台 後面的傷害也已經拉滿 只是賈克斯的第二段 還在前面 這呼吸會不會死他 還有一口氣他不會死嗎 反擊風暴 反擊風暴 所以後面被擊殺 但自己還有劉淳 隊友 將對面的Z卡也給帶走 他們全招應一個 冒凱 但冒凱死前把對面拉的位置更深了 招也丟完了 賈克斯直接跳到嘎啦臉上去斷對方的大 然後小虎的大絕也留到前排 而且關鍵的是 我覺得scout他剛剛應該要跟隊友 往右邊打好一點 他們太想要保護近這個點 結果導致他空大了 因為你往右邊打 你們也是人多打對方右邊三個人 因為你沒有賈克斯冒凱倒了 你打右邊三個人也沒有問題的 但他是選擇往下打 但你空大你這波團就會變得有點尷尬 來看一下 這波先行抓掉了他的 已經算是不錯的效果 但交太多招了 這招已經交完了 其實這裡牙你往右邊看也行啊 就是全部的目光都在賈克斯身上 反而有點分神了 然後你變成歐羅拉跟伊德這波 完全沒人管 這個後面 不僅是史考特面對了賈克斯的恐懼 同時我們也看到了 一百到零 賈克斯轉起來 在反應方法關閉的瞬間 對面的勁也倒在了地上 哇這邊沒辦法 什麼事都不能做 嘎拉 雖然是兩顆頭的勁啊 但賈克斯跳臉上就是長這樣 那 可以看到 茂凱已經要補藍盾囉 又是預判 又是預判台 這幾次都是有在嘗試 抓到對面的逃跑位置 這裡茂凱 如果要貪心一點就是大絕 留著壓高地 這個預測就可以再撞一頭 又來了 又來了 一頭又一頭 別那麼抓 再壓個血量 這 拍下去加這小兵說不定高地要哪了呢 他這樣可以拍大的 哎唷 重擊 哎唷 最後傷害 幸好有夠 但牙凝這不會回補了 就是他剛其實是在推下塔 他這邊如果繼續帶下 下二塔的話 才有辦法把更多東西撞回來 因為他這樣子其實回手的效益也沒有到很高 是 現在輸到五千了耶 這個團很難打 沒錯 而且左邊的選擇 對面在發援 拉起來之後 嘴說越來越少 就牙凱今天他真的要有一個大團來去殺 歐羅拉或伊澤嗎 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 合理的想法 就是他要抓這兩個靈活能力這麼高的角色 首先條件是對面站一起 然後第二個條件是對面招都按不出來 是 有點難 這是看人家臉色的 沒錯 所以在進入團戰 就算我們看到 在本身史考特的基礎攻 CTS能力 還是非常的卓越 但 就是五十隻的CS領先 在接下來的團戰 其實以陣容來說 是飛水車型 這邊就 賈克斯的邊也還是能夠推 是 現在WG走進來 看到你在吃紅buff 直接把紅buff搶了 好 拉開 拿了就走 不帶有意思的留戀 沒有 你看他的裝備 這個裝備 對面可能要打 藍盾加日輪加杜版鋼帶 物防套餐 等一下再買一個 反甲也行 冰箱也行 這波 吃飽飽 吃飽飽 宵夜都不用點了 對不對 最好招都交我身上 這個團戰輸不了 是 不得了 六D有出過歐洲嗎 沒有 不知道歐洲宵夜吃什麼 呃 我都 哈哈哈哈 我三點要空傷了 好 冷靜 可以問PSG到他們回來了 找一集專訪一下嗎 可以吃 也確實也是 對啊 多回來啦 沒有 問他們最準 沒有 問他們最準啦 確實 來看一下 上半邊 這導播幫我們帶了一下 是這個粉炎 這個粉炎其實在剛剛 預示者推的時候他就在了 然後LNG一直沒有想要 將這個粉炎給插掉 好像氣一頓粗飽的 哈哈哈 你說 原來 芝卡吃的套餐 賈克斯 一道粗飽的 被打了一道 齊了一陣粗飽 這波瑞君應該是突破天際吧 喔 又是 哎呦 殺人出心啊 這個如果中到 視野全部做出來 是 看LNG 要看一下 埋藏的那一顆粉炎 還沒有消失 這是LNG最後的希望 看出來 因為那個粉炎 基本上如果要 以戰術卡通 不然現在小龍或八龍 這個粉炎應該是要插掉 去做更多的戰略部署 烙備喔 他已經留了 我看了起碼有五分鐘了 這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就留在那裡 這個烙備也 我想一下喔 超級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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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在想的是 誰烙備能讓這個局勢逆轉 牙尼現在還不夠肥 至少要有個 三劍吧 不然他這個衝進去也是被秒殺的 沒盾弓就要被秒殺了 然後鱷魚現在一個黑切 感覺他也給不到任何壓力 他的裝備 就也只能出 不是我們平常這種步履手套 因為你沒出黑切 你沒幫隊友去降這個物 物防的話 真的打不動 他下一劍 一樣是工具人代表 嗯 OK 這邊 我覺得有人就有盡量的在做視野啦 可是 WPG這裡 其實上下二打都拔掉的情況下 他們就慢慢發育 然後慢慢的 因為這個賈克 總有一天是大魔王 他下一劍已經要出這個 物防的坦裝了嘛 所以說 而且就往藍盾什麼裝力 就是最好 大家知道雅寧一個禮物 但是雅寧沒有爆擊 但是近的話 也是有一定的難效 對 所以這對局 現在就是LNG 全部人都有些人 網穿透出的 趕快網穿透出 右邊就是全力堆疊 物防疊賣 現在對於LNG來說 真的 畫面 顯得非常的窄 比較難 這個陣容其實把戰術都走得比較窄 而且他們的陣型 要說赤巴龍也沒有到 特別快 靠牙寧 你一定要有牙寧在 可是你的位置不好放 而是茂凱 瑞空正面這樣開過來 你是跑不掉的 沒錯 小龍的話 黎龍魂也是 還有三條 然後你現在也根本出不去 而且傷害真的不夠 沒有牙寧在團戰 LNG也等於沒有傷害 現在就是真的 史考特在不在 就是 可能多20%勝率 但其實LNG目前的勝率 可能差不多就是20% 就是20% 就是多了牙寧也只有40% 我覺得主要的問題就是 前面這個賈克斯 就算換線的時候 他有扛住壓力 然後他現在單打 這個牙寧是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在 其實上下兩座塔都掉的情況下 WPG太容易去保住他的邊線 所以就算真的無錫打不贏 Scout 但旁邊一定會站一個冒凱 或者是瑞空在旁邊看 那你這個牙寧有優勢也發揮不出來 你最後只能抱團的時候 這個團戰 但是LNG他現在的優勢不夠大 那你牙寧要大到後排的難度就很高 這走進來 一樣又得嘗試 我現在要殺這個瑞空 都不知道要花多久時間 在沒有牙寧的情況下 這個瑞空感覺都有很多逃跑的空間 就 冰險賈克斯無敵14等開始跟你推 WPG不急啦 現在就是LNG看怎麼找機會 畢竟豬女也是能夠找機會的嘛 只是 真的視野上面有點太落後了 不是 要抓邊嗎 這感覺抓不死耶 繼續 看一下 這個傳奇 傳奇粉眼還在場上 助力10分鐘 我覺得 這種眼睛要有個成就之類的 我覺得他在場上10分鐘了 還在 他還有希望 那個眼睛 喔 持續看著 為他們要動八龍 他們打得很那個耶 很穩耶 就是有藍...那個藍士兵眼進來 我就拔掉了 然後我就...我還是不動 是 完全不急的開團了 對他們在等LNG自己探過來 然後可能失誤被開到 是 好那邊要B團了 試一下 這裡好像是很靠牙寧耶 15等牙寧 對位其實贏2等蠻多的 過來看一下有看到 但面對呼吸他其實還是很難打 右邊三個卡兩個LNG 走過來的同時被劉青松給抬了一下 這感覺要打人 好像不要再吃了耶 7000好像要打人耶 WP去 他等開大後面還有Breeze的跳躍 直接拉到了威威威威威 掉了半血 前面賈克斯吃了大量的傷害 但他沒有死 隨著威威將閃現單調到八龍池子裡面 還是被擊殺 後面雖然進場思考在打到了後排兩人 但已經沒有任何傷害了 這邊只反映不到再次轉起跳 抓著會是航航敲的閃現 進到了草叢 其實還是被對面給留下 射擊射到人 右邊努力在射 最後的希望 但他找不到射手的目標 思考得出來利用分身殺到了對面的呼吸 但自己的位置還是非常危險 對面殘血 每個人都半血 但他還是有輸出的能力 RNG兩個人往右邊走 正在逃命 但是DWP就看起來要死追到底 利用了殘除回血 跌了Q的三段 思考得往上繼續拉扯 但DWP就不想放他走 拖遠時間拖了許久 思考得看到跳過來 而瑞芬選擇先行的回手 交手一下 打不過隔著牆 只有Light射擊你沒有打他 本錢隨著秘書射擊加上奧術越前 Light將人偷給拿下 Light將人偷給拿下